我现在在飞机上 飞机刚刚停稳 大家都在准备下飞机 这里是贵阳的龙洞机场 现在是夜里的12点多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阳 跟我一起来看一看 从贵阳龙洞机场到市区要花多少钱 我现在要去取托运的行李 刚下了飞机 本以为贵阳会很暖和 但没想到和上海的天气差不多 在这里等待我的行李 来到贵阳之前 我只知道贵阳有一个黄果树瀑布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取完了行李 我现在去找去市区的车 这个时间地铁肯定是停了 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大巴车 除了机场 过了马路 就是大巴车的停靠点 这个时间只有一趟车 进入贵阳市区 而且都是停靠在贵阳火车站的 这让我很不理解 在其他的省会城市 即使是过了12点 车也都会有多条线路 可能是这个时间的人确实太少了吧 整个车上零星就坐了我们五六个人 贵阳的地铁站就在机场出口的对面 如果在10点半之前到达贵阳 还可以选择坐地铁 不过贵阳的机场到市区还是蛮近的 票价也不贵 只需要10元钱 大巴车很快到达了贵阳火车站 我还需要打车去我住的地方 贵阳机场到达市区里 坐大巴车只需要花了10元钱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贵吗 J형 982al 察官员 小伙子 视频 ��蟋们 牧 anda 移 прод 早上